大家好 港股不懂得動 可能是在等期子結算 看看有什麼啟示 10月都是高位結 26,200或26,200位結的機會都高 短期反彈 我想有200點去玩 但還有沒有想 11月還有沒有 好像10月那麼驚訝的行程 我覺得 不是沒有機會 開會比較困難 因為第一個累積升幅已經很大 ATM那些已經扯得很高 你再下一城的話 有點難度 另外11月兩個大事要關注 第一個就是美國FOMC開會 加息或縮表 大家在預期當中 但是那個 時間表有沒有退前呢 這件事要關注 因為大家都看到 美國的一個通脹 就很厲害 所以其實有條件去提早所有東西 即是縮表 或是收稅 但是會不會這樣做呢 這件事就問鮑威爾 另一件事就是中國六中全會 對於 對於 大的綱領 有甚麼改變 有甚麼加有甚麼減 都是 關注 所以我想 11月的話 可能 都要好像現在這樣 一個很低的成交 做回整顧 向上突破的空間 我覺得 暫時看 未必會太大 非得廣告 要是